许豪银和好友何超仪 自月前的艺人饭局事件记者会后 再次双双出席公开活动 不过因为事件被无限放大 两人坦言已经不想再说 我觉得今天还是不配合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为什么可以搞那么久呢 我觉得实在大家圣诞节太无聊了 你们为什么可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可以弄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比所有电影宣传 所有的广告宣传都不太公平吧 别人花那么多钱 你在干嘛 拉谁出来 我都帮你整个 我觉得不太公平吧 人家花那么多钱弄广告 但是偏偏就为了一个无聊的新闻可以弄一个月 所以我不希望为一个无聊的新闻回应吧 你们还是找一点比较实在的东西问人 因为艺人饭局事件 严宣大佬曾志伟 怀疑替涉案艺人出头 掌握餐厅老板黄浩而惹上官司 徐浩英立川曾志伟是好人 最后肯定会获得好报 但事件也一度让自己与老公沉异性 只有八岁的女儿陈康提成为媒体追访对象 有媒体更是在康提就读的学校守候 不知道是否已经习惯被媒体追访 徐浩英对事件表现得轻描淡写 最近香港乐坛颁奖里的风波让人唏嘘 但徐浩英老公陈一迅 却是在香港乐坛不景气的阴霾下 凶霸首席男歌手地位近十年 难怪徐浩英表示自己对老公拿奖 已经没有任何感觉 他每一年都拿很多奖 我已经没有感觉 真的 就是如果女儿去 就是学校还有什么 女儿去歌唱比赛 他拿奖我会很感动 但是一成男我已经没有感觉 超乎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